哈喽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前后推敲 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双鱼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双鱼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他们一样呢 会有十二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 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吧 首先呢 我个人会感觉 双鱼座的朋友们 最近很喜欢吃这种酸酸的东西 比如说酸梅啊 蜜腱啊 或者是比如说 像有一种软糖 它是很酸的 OK 所以我觉得最近呢 在吃酸类啊 这些东西呢 我觉得好像对你的身体来讲 比较舒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可以帮助消化 或者是呢 你最近就很喜欢吃酸的东西 OK 那我觉得呢 找自己喜欢的 这个口味的这些食品 我觉得偶尔 小吃一下 也不为过 也有可能你现在 就是某些人呢 因为在怀孕的时候 比较容易喜欢吃酸的嘛 所以呢 我觉得 如果可以解解残 然后也 让你自己身体比较舒服 我觉得也不为过 好吗 OK 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双鱼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这两到三中呢 我个人会感觉 你会参加很多有关于这种宴会 比如说婚礼啦 比如说人家什么颁奖典礼啦 比如说去参加什么演讲啦 等等之类 就最近这两到三中呢 我觉得双鱼座的朋友们很忙碌 在参与这种 很社交型的这些活动 OK 那 我觉得呢 你可能也会因此去添购一些行头 好不好 就比如说西装啦 或者比较漂亮的 正式的洋装啦 或者是比如说特别去打扮一下 我觉得这些都是蛮适当的 OK 所以我觉得好好去参加这些活动跟宴会 还有这些邀约 我觉得可能在这两到三中 藉由这些 比如说比较大众的群体的这种 很欢乐 或者是这种 很 比如说你去参加学士类的 比如说去增加这些 你一些这些知识啊 内容啊 这些东西 我觉得会给你有一种满满充电的感觉 好吗 OK 好那第三个呢 要给双鱼座这一次的这个 开场讯息室呢 我觉得在这两到三中 双鱼座的朋友们可以尝试 跟一些就是比较 女性化的颜色 作为一个连结 OK 就是我觉得你最近的这个阳性的这个能量 那当然这个 我不是说你是男生或女生 阴性的能量呢 就比较像是处于 比如说 我们这样讲 柔和一点点啦 包容一点点啦 或者是同理一点点啦 那这些颜色能量呢 我觉得其实说实在 很像我这个盆栅的这个颜色 就粉色 粉色也有啦 粉紫色也有啦 淡淡的绿也有啦 所以呢 我觉得像这个花朵的这个颜色呢 或者是像这种粉绿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都适合你 白色也可以 好吗 所以如果刚好最近 你有服装配件 饰品呢 水晶等等之类 可以用这几个颜色做一个搭配 好吧 OK 好 那以上就是你的开场讯息 我们就准备进入这一次 你的双中能量意识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到三中 你的挑战排卡是权杖女王 这三种能量排卡分别是 过去现在 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权杖七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传递 给这个宇宙的朋友们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的能量场 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请稍后哦 OK好 我刚花比较久的时间 是因为我觉得 双宇宙的朋友们的能量 非常特别 有一种峰回路转的一个感觉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好不好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这个是一个权杖女王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 互相对应 等一下来做一个说明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是钱币十 抽到的是圣杯四 然后抽到的是圣杯九 对不起圣杯五 OK好 这三张牌卡 同时放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当中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过去 跟你交手的一个相关状况人数 我个人会感觉 某部分 就是小众的这个宋宇宙的朋友们 你应该是跟过去 就是比过去在过去 就是在更过去 OK 你可能有一个 跟你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 不管是合作伙伴 伴侣等等之类的 可能就是已经结束了 就是很彻底的结束了 所以在这个过去 现在这个能量场 我觉得你找到一个 可能比较适合的 情投意合的 这个另外一半 合作伙伴 或优惠对象 或者是比如说 这个合作机会 通通都可以 OK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个人会认为 那是因为 你的心理状态 把过去的过去 就再跟过去的过去 处理的很好 这是一点 还有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学习在 让你自己变得更稳定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让你自己有所成长 所以相对的这个钱币石 你注意看到 这是一个国王跟一个王后 他们创造一个王国 打开这个王国的大门 然后共同拿着这个钱币一 OK 这个状况 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在过去这个能量场 你所遇到的一个 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我觉得你们彼此是非常清楚 彼此的这个弱点 或互补的地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个人会感觉你们两个是有协商好 或协调好 或有合约上面的签订 就是我们愿意 怎么样来互相共同配合 所以即使曾经的那个过去 跟你交手的相关 就是更过去的那个人 每次都要解释一次 可能并不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我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这两个圣杯 这对这两个圣杯 加这个圣杯倒下来 其实是圣杯三的 OK 就是过去那些不适合的 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在这边很开心插花的 圣杯二就是我们两个人 OK那我为什么会说 这个原因就是在于 圣杯四跟圣杯五加起来 就是你自己本身是在一个很满的状态的 所以相对的 这些机会 这些交所相关中国人数 是被你吸引而来的 OK 但是呢 在这样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为什么会说 好像有点风回路转 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到 现阶段能量场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你抽到是圣杯四者 抽到这个是余渊牌卡 抽到这个是命运之轮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三张牌卡 在你现阶段能量场当中 其实呢你在掌握整个状态呢 其实是蛮不错的 还有一件事 不好意思 这不是余渊牌卡 是钱币二 我刚可能说错了 在这个钱币二跟这个圣杯四者 还有这个命运之轮这里 我会觉得 为什么你会 你站在这个命运之轮之上 象征的意思是说 事情都不错 合约也谈好了 或者是我们彼此相处很融洽 可能开始要准备 进入到一段关系了 来到这里呢 这个命运之轮 我觉得是由你来掌控的 因为我觉得你 这个能量场有点像 我觉得你蛮肯定 也有信心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然后呢 这个钱币二这个状态 我觉得你也游刃拿捏的有余 这个钱币呢 加这个命运之轮 象征的就是钱币二 但是这个钱币二 加这个命运之轮 象征的是钱币三 代表在跟你交手的 这个相关状况人数 我个人会觉得 这个合作呢 是运转的 大致上来说 还可以 还不错 运行的也蛮顺利的 不过唯一有一点 就是我觉得 要特别提醒你的 就是在这里现阶段 某部分的双鱼座的朋友们 你的这个敏感的这个开关 可能会很容易被开启 你看这个圣杯逝者呢 他是在这边喝着这个圣杯 可是他皱着眉头 有一点在那边 闻这一杯水里面是什么 奇怪 这里面这个红酒是不是臭掉了 或者是奇怪 这个水怎么闻起来 味道怪怪的 我个人会感觉 你在这边 当一切事情都很顺利的时候 你sometimes有些时候 会隐隐约约去闻 会不会哪里怪怪的 ok 我不是说你疑心病太重 但是你偶尔可能看到一些 小蹊跷的东西 或者是有一些小事情 可能就会勾着勾着 然后引起了你 对于这个跟你交所的相关状况 人事物 我会觉得 你就会有一点防备心 稍微升起 或有点警戒状态 或者是有一点怀疑 或者是有一点疑问 都可以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 我尽量都去提到 这个是唯一在现阶段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能量场合不容易 在持续往上的状态 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东西 把自己拉了下来 但是我不是叫你防人之心不可污 我要的是告诉你说 这个东西你可以去思考 合不合理 是不是事实 他真的是这样子的人吗 我个人会感觉 你要去从事实层面 去看待这件事情 比较能够去突破这个疑惑 因为你看 你这个圣杯四者 脖子上面是戴着花环的 所以象征着 其实每件事情 应该是进行的蛮顺利 你所插的这个花 现在正在围绕在 他该走的命运道路之上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权杖女王 这个权杖女王 来给我的一个姿态 就有点像是说 你千万这个权杖女王 他是穿红色的衣服 ok 所以这个挑战 就有点像是说 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内在 这个 比如说这个我们就这样讲 小恶魔好了 害怕啦 恐惧啦 阴影啦 然后或者是怀疑 这个东西去占领了 去掌握了你的走向 或你的情绪 或你的命运 因为你好不容易是站在这边 占领这个命运之轮的人 那如果你把这个权杖女王 你看他头上有这个恶魔的脚 这个就是你内在 曾经可能在过去的过去 或者是在这个圣贝尔倒下的时候 这些东西你可能处理的还不错 但是有些时候 冥冥之中就会有一些事情 可能会trigger你 所以你要通过的挑战 就是不要让这些东西占领你 ok 所以你看你所有的东西 我感觉为什么会峰回路人 就是今晚你命运很好 为什么要下来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有点疑惑 所以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在这两到三周 在未来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圣杯女王 抽到是塔牌 抽到的是权杖8 ok好来 这三张牌卡在你未来的量场 我觉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 你现在变成是一个圣杯女王了 ok 你自己很清楚知道 你拥有什么 你能够掌握什么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 葫芦里卖什么药 这一张牌卡 其实会给我有一种感觉 你在这边是圣杯4加圣杯5 象征的是圣杯9 来到未来的这个气势 我觉得你通过这个挑战之后 再往上走一点点 你就变成是 反正我告诉你 我是圣杯女王 我原本就在圣杯9的状态了 所以我再加一个圣杯女王 我就是圣杯10了 所以我不管现在 跟我交涉在其中的相关状况人数 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自己是胸有成竹的 我很清楚 我自己在做些什么的 ok 所以如果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 我觉得你的能量场除了提升之外 这个塔牌 然后还有这个是权杖8 我个人会感觉 就算现在跟你交涉相关状况人数 如果你这个气势拿出来 他如果不是一个 我就这样讲 讲直直直白一点 他如果不是一个什么好东西 我告诉你 他自己会逃之夭夭的 ok 或者是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 这个跟你交涉相关状况人数 如果他是一个还不错的 一个状态之下的人事物 我个人会感觉 其实你会透过这样子的气势 把你们更多 你觉得你自己层面也好 或这个跟你交涉相关状况人数也好 这个权杖4 能够让他再更巩固一下 ok 这个权杖4 你可以注意看 这个人好像被这个权杖打 然后就跑 这个是刚刚小众的讯息 我就说他可能会逃之夭夭 但另外一派 我倒是觉得也会藉由这样子的状况 让你重新去稳定你的地基 这个是这个权杖8 他给我的一个感觉 而且我会觉得这个改变是很 很 很 不能说很突然 应该是说很有力道的 ok 很有力道的 比如说我这样举例来说好了 我举个例 比如说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可能就是前男友 或前女友跟你分手了 难道现在你好不容易有一个约会对象了 ok 你们共同决定要走入这个关系了 ok 但是你也把过去这些 这个圣杯山倒下的 就是那一段不适合的感情 再见拜拜了 我现在很开心插着这两个圣杯二 就是这两个人 来到现阶段能量场的时候 你本来就是这个整个感情经营的很顺利 在这两个这个前毕业的过程当中 不管你们是有什么样的矛盾 摩擦或者是有什么状况 都处理得很好 可是就可能因为这边发生的一些事件 让你开始闻这个圣杯 你就会觉得说 我觉得这两个圣杯二加这个圣杯一 就会变成说 我觉得这个合作要继续吗 这边是不是很奇怪 为什么每次发生这种事情 就要退让就要磨合就要协调 ok 所以这个你就会避免这个状况 这个想法这个念头 或这个音语 占领了你的脑袋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所以来到现阶段的量场 你通过这个挑战之后 你要来到未来圣杯女王的这个位置 就有点像说 我已经从这边搞清楚了 我圣杯酒 然后这个是圣杯使者 这个是圣杯女王 哎呀我有什么好怕的 对吧 我自己可以自给自足 我可以过得很好 我这个人又很独立 就算这个人他不敢合作了 或者是这个人真的是有蹊跷了 来到未来 你来到圣杯女王这个气势之后 他如果是一个不好的对象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离开你 他会发现他没有办法骗你 他没有办法做一些无聊的小动作 或者是偷偷摸摸做一些小事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讲 有部分小众的处女座朋友们 他会逃之夭夭的 另外一个部分处女座的朋友们 因为你太懂了 你是这个圣杯女王的气势 所以假设这一段关系 还有需要协调 还有需要去调整的地方 这个速度会很有力道的 你可能会直接来跟这个 跟你教授 比如说交往的这个人好了 你就跟他讲 我觉得上次我们在这边协调这个东西 我还有更好的想法 所以这个地基会万丈高楼再重新平地起 把它打成一个更稳的根基 原因是在未来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权杖期 权杖期就是打死不退 如果我搞清楚了 这个跟我教授的相关状况人数 不是好东西 我打死不对 他就拜拜吧 但是如果假设跟你教授的相关状况人数 你要改造这个力道很强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在协调吧 我们再来商量看看吧 这到底应该要怎么做 我告诉你你也会捍卫下去 因为你会知道现在的你 你无所畏惧 就是有点像是说无欲则刚 所以你这个无欲则刚的这个能量场 会让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会变得就是更果断 而且我真的想不到其他的能量场 就是我觉得这个力道很强 你会让别人看到你的力道很强 气势很强的这个状态 OK 这是这个圣飞女王给我的一个感受 OK 好 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 还没有最后 我刚才讲最后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 然后等一下最后还会有这个 天使跟宇宙的额外补充讯息 好不好 好来 那我会借你不管是新朋友 或者是老朋友 都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好吧 OK 因为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会来验证我刚刚所读的这个能量场 然后还会有一些症结点跟细节 OK 他们说就那一张 OK 好 那请 蛇 请稍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他们说就是一张一别跑出来的 都不需要 好来 来吧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就是这一个 这个两张的 把它放回去 再来一张 OK 好 再 好 掉出来的就是你了 OK 好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OK 好来 OK OK 好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看 你抽到这张牌卡是世界牌卡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你在过去的这个能量场 你已经开始去创造你自己新的世界了 而且你的世界里面是很光明的 你看 有什么样的动物都有 有马 有猫 有蛇 有大象 所以我才会说 你现在要进入的一个篇章 就是你在创造你自己的世界 里面什么都有 所以当前变石跟这个世界牌卡 同时出现的意思就是说 我要创造的这个王国 所有的要素 因素 人物 通通聚集了 所以我才会说这个篇章 应该在过去 应该就已经打开了 那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是恶魔牌卡 这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千千万万 不要被这个小恶魔 你们知道吗 我刚刚为什么会讲说 他头上有这个恶魔的小皇冠 有些时候我在传讯 他们都会叫我刻意用这个词 一定会跟后面的这个牌卡有关联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千万不要让这个恶魔 在现阶段这个状况之下 跑出了自我怀疑 或对这件事情的质疑 或者是你当然可以去质疑 但我的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你要去看清楚这是事实还是幻想 还是你的阴影 还是你的恐惧 这个你一定得在现阶段能量场 去把它搞清楚 好吧 千万不要让这个恶魔 占领了你的家 OK 然后来到这个挑战牌卡 权杖女王 你冲到牌卡是圣杯八 这个圣杯八 象征的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 你会觉得说不要好了 我觉得太可怕了 我不要再跟个人交往好了 算了我就离开吧 所以你就真的离开了 你就真的离开了 你离开的是什么地方 来我给你看 我刚刚是不是有特别跟你形容 这张牌卡刚刚没有翻起来 我要告诉你们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时候验证牌卡 你们要从头到尾听完的原因 就是在这 我有讲了 你刚刚要创造的这个世界 中间是很光明的 里面什么东西都有的 外面这一圈就是你的阴暗 你的恐惧 你害怕 或你觉得可能未知的东西 但是你现在在创造是这些世界 你已经有打开这个大门了 你现在如果让这个恶魔 占领你的脑袋 占领你的恐惧 占领你的所作 就是你想要去做的这些事情的话 你看恶魔占领你之后 你就放下这些所有的一切了 OK 这不是我要的 我太害怕了 我就走过去吧 走到哪里 走到旁边这个黑暗的地方 你原本在这里 只有你走到这个圈圈之外了 OK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提醒你 千万不要让这个恶魔 让这个恐惧这些阴暗的东西 困住了你自己 你要从这个事实观点去出发 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当中呢 你冲到这个验证牌 你看吧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了 为什么我要特别形容 这边保健 这个圣碑是圣碑五 加上这个圣碑女王 就是圣碑石 你本人就是圣碑石 你没什么好失去的 你没什么好匮乏的 OK 所以你自己你看 这两座山 他们就互相在那边亲吻对方 你为什么会跟你讲 你的力道 你的气势 我很喜欢 因为连你自己都会 情不自禁地爱上你 当你是在这样很饱足 很丰盛 很完满的这个状态 OK 你不是因为别人而变成这样 你是因为你自己 而变成这样子 OK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引来的事件 这个是权杖鸡 这个是权杖国王 所以我才会说 你在未来 定于你标准之下的人 你不会讲妖 突击摸鬼人 你就直接把他砍掉 所以这个权杖国王的气势 拿出来之后 其实说实在 他就有点像是抗衡了 这个权杖女王 所以好的东西 你会勇敢的去争取 你会勇敢的去维持他 捍卫他 但是不好的东西 你就会直接把他打掉了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权杖国王 象征的就是这个男生 拿着权杖在抵抗 任何所有阻挡在你道路上的这些 交锁相关重要的人 是如果不好的 你就跟他讲拜拜 好的 你就会把他留下 OK 所以我觉得你的验证牌卡 其实非常浅显易懂 完全就是在讲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内容而已 OK 好 来 接下来最后 我们来看一下 天使跟宇宙 还有没有什么 额外的补充讯息 要给我们双宇宙的朋友 我们先从这一张 来 这张牌卡 他们要告诉你 这就是有点像是说 早上 你有什么样的 这个affirmation 我要怎么翻译这个东西 麻烦你们查字里一下 我懂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这个有点像说 每天早上 你会有一个肯定 肯定句 然后或者是肯定语 或者是肯定的一个心态 OK 当你有这个肯定句 肯定语 或肯定的心态的时候 他自然而然就可以去写话 你想要的东西 然后这一张牌卡 是要告诉你 你看 这个是将你的 sight set higher OK 所以意思就是 我会跟你讲 你看 increase your standards 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有讲 这边如果小众的松鱼座陪伴 他在这边敢给你假鬼假怪 就是假鬼假怪 你就会直接把他踢掉了 你不会让他留在那里 OK 然后他们说 你一定 don't settle 意思告诉你 你在这边再往上升一级 这个就是会告诉你 就是我想要告诉你 不好意思 太激动了 就是我想要告诉你 就是你看 你把自己标准设那么高 但是不是那种很peaky 很诡异的自以为是那种高 你看你把你标准设高 这些妖魔鬼怪就进不来 另外你整个气势 跟整个人的状态都提升了 所以你千千万万不要委屈你自己 不要委屈你自己 你应该有能够去肯定你自己 你所设的这些标准 所做到的这些理想是你想要的 那你就得坚持 所以你后面这个权杖国王才会出来 你才能够像这个权杖器一样 去捍卫你想要的未来 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这一次 我想要给双宇宙的 双宇宙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觉得其实你的 双宇宙这一次浅显应动 注意这两个地方就好了 然后在未来拿出你的姿态 我个人会感觉在后面 我觉得你会更清楚 你想要做的这些事情 想要达成目标 或者是想要筛选的人选 好吧 双宇宙的朋友们 好了 以上就是要给双宇宙 这一次的双宙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非常感谢双宇宙的朋友们 来收看我的影片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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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